鲁伯特之类的头部非常坚硬 连子弹都无法穿透 但和坚硬的头部完全相反 它的尾部却非常纤细脆弱 哪怕只要轻轻地捏一下 就会马上破裂成细小的玻璃碎片 那它的尾部为什么会这么脆弱呢 科学家研究发现 尾部玻璃的脆弱和制作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前面我们说了 鲁伯特之类之所以会有强大的头部防御力 主要是因为玻璃内外的压硬力 形成了一种拉扯平衡状态 如果这种平衡状态被破坏掉 那么鲁伯特之类自然也就会瞬间瓦解 那么要如何破坏这种平衡呢 从头部破坏很明显是不行的 根据科学家的实验 鲁伯特之类的头部可抗衡20吨的力量 只有超过20吨才能够从正面击破 相对于头部强大的防御力 鲁伯特之类的细小尾部就没有那么强大了 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 由于鲁伯特之类的尾部质量最小冷却快 从而导致尾部冷却不均衡 产生的硬力非常小 只需要对尾部用手指轻轻一掰 整个玻璃内部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间瓦解 曾有人用高速摄像机 拍下过鲁伯特之类裂开的瞬间 犹如白色的烟花一般绽放 有一种破碎的美感 了解了鲁伯特之类的原理后 一些科学家开始研究 如何让鲁伯特之类整体变得更加坚硬 由此也衍生了很多新的实用的发明 比如把普通的玻璃用高温加热至550摄氏度后 这也是因为它的表面有一层鲁伯特之类同款的压力 就算是碎裂 也会像鲁伯特之类一样 碎成像烟花一样细碎的小颗粒 而不是炸开溅落一地 这样就能减少更多的安全隐患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用处就是公交车上的玻璃 一旦公交车出现事故 车上配备的安全锤 就可以快速锤破钢化玻璃 帮助大家快速逃生 因为公交车车窗的四角边缘处 就和鲁伯特之类的尾部是一样的 只要轻轻一锤 车窗玻璃就会形成网装裂纹 脚一踹就能够踹开 这样的设计会让很多人在关键时刻 还能有一次升级 当然鲁伯特之类的应用 我们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 它真正强大的应用 我们还没有实现